在太平洋作业的屏东县流球级渔船 渔群166号 在2号的时候 遭到两名印尼渔工持刀威胁船长 而船长和轮机长两个人 就将自己反锁在驾驶舱内来自保 以卫星电话求援 而中天呢是专访到了船长 他说出内心其实相当的恐惧 轮机长跟两个人 他们是已经五天都不敢睡了 甚至也没有办法外出上厕所 你们两个都五天都不敢睡 五天都不敢入眠 难以想象船长的恐惧有多深 探轮机长两人为了自保 不敢踏出驾驶舱一步 你车有感觉有吃东西吗 有啦 有吃啦 吃不下来 吃不下来 我们这里有那个边 还有控肩币 我们那些煮饭的 我们也帮饭的 我们这里是哪 要扁手要怎么办 我每天都没有采拳 小便用在旁边有这些 如果有这些 我从控肩币 说到备压火 就问他第一个地方了 遭到印尼籍鱼工 持刀威胁的船长 想到当时情形 淤记犹存 我说在事件没说 要到那天 有个鱼要摔ど 要在台用拳 还找一个 还要和我帮人 去看城 你说救肩 我都和我们拳 把拳 自家 参照 我都说没有 我们 我们来带来 我们来带来 哪 即使将自己繁锁在船舱内 但渔公天天在窗口监视 船长的紧张感与日俱增 五天都没睡 即使精神不济 但想着家人 还是得努力打起精神 船长指盼平安度过这几天 早日回台湾和家人团聚 总理系文章冲凰 远方频道报道